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连接跨过定滑轮 不计任何摩擦力及神与滑轮的质量 M最初在地面 而2M由距离地面高H2释放 则下列叙述 何者正确 A 2M在落地前的加速度为三分之一G B 2M在落地前神的张力是三分之一MG C 天花板给电滑轮的力为三MG D M可达地面的最大高度是三分之四H E M由开始向上到最高点做等加速度运动 我们从两个角度来解题 先从运动学的角度来解题 这个问题里面我们知道有两个未知数代求 一个是绳子的张力 另外一个是两个物体运动的加速度 而这两个物体运动的加速度由于绳子的长不变 因此这两个物体的加速度 一个往下一个往上 大小是相等的 因此我们需要列两个方程式才能解两个未知数 首先我们对质量式2M的物体列出它的运动方程式 根据牛顿第二运动定律F的MA 2M的物体受到两个力的作用 一为向下的重力2MG 一为向上的张力T 列出它的运动方程式 2MG减T等于2MA 接着再对M 列出它的运动方程式 它一样受到两个力的作用 一个是向下的重力MG 另外一个是向上的张力T 列出它的运动方程式T B减掉MG等于MA 我们可以很容易的解出 加速度为三分之一G 神的张力为三分之四MG 加速度等于三分之一G 其实我们可以很直观的把它解出来 如果两个物体的质量一样 它们有可能悬挂在空中不动 因为它们两个的质量不一样 重的会往下掉 轻的会往上升 它们因为质量差了M 所以有一个净力是MG 但是这个力呢 会拉动这两个一起动 故这个系统的质量是2M加M 这里要除2M加M 因为这一个MG的合力是拉两个一起动 如此我们便解得 这两个物体的加速度为三分之一G 跟你列列的力方程是解出来是一样的 再来我们来研究 天花板支撑电滑轮的力为多少 假设该力为F天花板 电滑轮除了受了这个力以外 它还受到两个往下的张力 我们列出它的运动方程是 F天花板减掉两个T 等于MA 而题目说电滑轮的质量不计 故这里的质量要带0 又因为电滑轮是不动的 所以它的加速度一为0 如此便解得 F天花板等于两倍张力 把T等于三分之四MG带进来 我们发现 它的力为三分之八MG 这是不等于这两个物体的重量 3MG 为什么要发生这样的情况呢 我们来加以说明 当物体在牵直向做加速度运动时 它的四重是不等于十重 向上加速的物体 四重大于十重 向下加速的物体 四重小于十重 所谓的四重就是体重剂称出的重量 如果我们在电梯里面摆上一个体重剂 你就会发现当电梯向上加速的时候 体重剂上的毒素就是四重 它会比十重大 原因是因为你要向上加速 所以体重剂给你向上的力 一定大过于你的十重 反之 如果物体向下加速 那么你的四重就会小于十重 因为在这个题目里面 你叫重的2M 这个物体是往下加速 所以它的四重会比十重小 它的四重为2M乘上G减三分之一G 等于三分之四MG 对于质量是M的物体 它是以加速度三分之一G向上运动 因此它的四重会比十重大 它的四重为M乘上G加三分之一G 为三分之四MG 因此这两个物体 它的四重 它的四重 总四重为三分之四MG 加三分之四MG 等于三分之八MG 跟我们刚刚算出来的三分之八MG 是一样的 接着我们来看 设质量2M 在落地的瞬间 质量M的速率为V0 当然这个速率V0也是质量2M落地前瞬间的速度 由于加速度是三分之一G 是一个定值 因此这两个物体在2M落地前的瞬间 这一段的过程 它们两个都在做等加速度运动 等加速度运动的公式就可以拿来用 莫数率的平方V0的平方 等于初速度的平方 刚开始它们两个是静止不动的 等于0的平方加上2A 它们两个的加速度 就是让它加速的 都等于三分之一G 乘上H 所以 V0的平方就等于三分之二G 一旦2M落地以后 质量2M便无法以自身的重量提供给质量M 有向上的加速度三分之一G 这时呢 质量M就改以初速率V0 做千值上泡运动 这个时候 它的加速度为每秒每秒9.8公尺向下 假设质量M 它不会撞上滑轮 则质量M 因为有一个初速 所以可以再往上 上升一段距离 假设这段距离 我们叫做ΔH 因为这个时候它的加速度 每秒每秒9.8公尺 也是一个定值 所以它也在做等加速度运动 只不过 刚开始 是三分之一G 往上的等加速度运动 之后改为 每秒每秒9.8公尺 往下的加速度运动 带进去等加速度运动方程式 M上升到最高点的时候 它的速率等于0 所以0的平方等于 它的初速率V0 所以V0平方 减掉 因为它的加速度 现在为G向下 所以是减掉2GΔH 如此解的ΔH 等于2G分之V0平方 V0平方 等于三分之二GH带进来 最后我们化解的结果 它还可以再上升三分之一H 不要忘了 当2M瞬间落地的时候 它已经把M抬升到 离地面高H 之后质量M再做 以初速度V0 做千值上泡运动 可以再往上升三分之一H 因此质量M离地的最大高度 因为H加三分之一H 等于三分之四H 接着我们从能量的角度 来解V0的平方 等于三分之二GH 在质量2M自禁止开始 到落地前的瞬间 质量2M与质量M 这个系统有受到非保守力 就是绳子张力的作用 这个绳子的张力 会对这两个物体做功 其中张力对质量2M的物体 做负功 为负TH 原因是因为2M的物体 所受到的力 张力是向上 然而质量2M的物体 却有一个向下的位移 因此是做负功 绳子的张力T对M 是做正功 为TH 原因是因为 张力对质量M 施的力的方向 朝上 质量M 也做向上的位移 因此是做正功 这非保守力所做的总功 为负TH 加TH 等于0 非保守力做功 等于0 因此 这个系统的力学能守恒 根据力学能守恒 我们知道 质量2M的物体 掉下H的距离 它损失了重力位能 2MGH 这个重力位能 转变成 它将质量M的物体 抬高了H的高度 质量M的物体 因此获得重力位能 MGH 因为这两个物体 原为静止不动 后来它们的数率 都为V0 2M的物体 所获得的动能 是2分之1 乘2M 再乘上V0平方 质量M的物体 获得的动能 是2分之1M V0的平方 如此解的 V0的平方 会等于3分之2GH 跟我们刚刚算出来的 3分之2GH 是一样的 接下来 我们来看一下 这五个选项 哪一个是对的 哪一个是错的 A选项 2M在落地前的加速度 为3分之1G 这是对的 2M在落地前 绳子的张力 是3分之1MG 这是错的 应改为3分之4MG 天花板给定 定滑轮的力 为3MG 这是错的 应改为3分之8MG 诸选项 M可达地面的最大高度 是3分之4H 这是对的 1选项 M由开始向上到最高点 做等加速运动 错 它是做两段 的等加速度运动 一段为 加速度大小 3分之1G 向上 后一段 是做 加速度为G 方向向下 这一题 我们就写到这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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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